游标放在A1 资料 筛选 这边呢 找到包含 打上字 打什么呢 比如说中校东好了 这个地方没关系 中校东路 或者中校东按确定 按确定 找到了 游标还是 还是在A1 所以Ctrl-Shift向右向下 Ctrl-C Ctrl-Shift向右向下是选取 Ctrl-C是复制 再来怎么样 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名称改成什么 中校东 游标放A1 Ctrl-V贴上 贴上完之后呢 栏宽 自动调整 栏宽 所以这边的话有一个格式里面自动调整栏宽 再切回到 地址 记得这个筛选要什么 取消 取消 这个很重要 取消掉 再把游标移动到哪里了 A1 完成了 完成了 OK 只要你那个动作照着这个步骤做 或者你如果不确定你先把它 先写在旁边 等下照着做 OK 好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再到开发联网 把这个聚集 录制停止掉 再到聚集里面 找到刚刚录制的叫做 地址查询 编辑一下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我刚刚录的东西 全部都 就做完 只要改三个地方 1 加上一个S 等于什么 等于Input Box Input 关键字 关键字 那它就会跳出一个Input Box 让你去填一个东西到S 然后呢 把这个S放在哪里 中校东 特别注意 这个要怎么做 切开切开 移到中间 AndAnd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S 然后把 And前后加空白 这个可能最容易错 也就是说把刚刚的中校东 变成什么 一个 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 OK 第2个 这个是第1 第1个 自己打 第2个加一个什么 不是固定的 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条件 第3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 我不是有新增一个什么 工作表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一行 那这一行可以删掉 第2行可以因为slate不用 名称更改 名称更改 S 所以这一行 这个是什么 更改 那个名称 特别注意 不一定是工作 就是不正确实